九日晚,属于中国乒乓男子运动员的巴黎之旅,就此圆满结束。 毕竟为期四天的比赛,可以说是常常都令观众把心放在肚子里。 这不就连九微露面的张继科,都在凌晨专门发文祝贺马龙未免冠军。 不过说实在的,整个赛事中,最担忧的恐怕也就是小将王储亲。 要知道自混双夺冠之夜,相比于外界的喜悦,他却是晴天霹雳。 先是经历了拍子被彩一事,而后又让某记者故意碰撞。 但好在,公道自在人心,王储亲,你不必在遗憾,不单单只是拿下南团冠军。 更重要的是,肇事者终究逃不过官方制裁,改压自上架。 作为四年一度的奥运会,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虽说每个项目出席参赛的名额并不多,但几乎随处可见, 当年的前辈们都在密切关注彼时的巴黎奥运会, 毕竟就连保兽舆论的张继科都被炸了出来。 不过,说起乒乓大佬,这其中必然有大魔王张一宁一票。 近些天来,网上一直流传一句,没有人见过张一宁的巅峰期, 只因他退役时还处于上升阶段。 恐怖如斯,毕竟令无数乒乓球选手之言是噩梦的突发事件, 张一宁却能安然无恙拿下比赛。 即便他事后也认可极其可怕。 时间回到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女子单打四分之一决赛现场。 众所周知,赛前工作人员对运动员的所有装备进行检查, 无可厚非。 但当时,张一宁的处境远比想象的刺激。 谁能料到,就在开赛前不到半小时, 他被告知要使用背拍。 懵了。 可以说,张一宁当下不爱乎就是这个反应, 毕竟从视频记录中明显可见, 面露苦涩的他一直在和教练抱怨背拍太阴。 然而无济于事,只能赶鸭子上架。 好在,结局有惊无险, 大魔王凭借极强的水平击败了新加坡选手冯天威。 类似的是,邓亚平也经历过。 据悉正值他首次参加时拼赛前一个月, 自己的主板突然消失不见。 无奈之下,邓亚平只好抓紧换拍训练, 但这副拍子,自此便跟随他直到退役。 接连两位大魔王的经历, 无疑都在证明家伙儿时顺手究竟有多重要。 然而没曾想, 时隔三十多年后的今天, 此类事件再次上演。 不过,若是看过队长马龙的那翻言论之后, 你也就不会奇怪, 受害人王楚亲为何会在现场叫嚣了。 偏逢连夜雨, 作为我国体育的强项之一, 乒乓球历来都备受关注。 不过倘若有了解奥运会赛事的便会发现, 乒乓球比赛则是时常更新, 比如由21分赛制转变到如今的11分, 还有男女混合双打项目的出现。 但俗话说, 常在和编走哪有不失邪。 即便是人皆知乒乓球项目中国独一家, 可在东京奥运会首次出现的混双, 中国却输给了日本。 这也是为何, 参赛选手刘诗文会在采访中潸然泪下的原因所在。 好在, 老蒋不死心火相传。 在本届奥运会中, 由孙颖沙和王储亲搭档成功拿下了属于中国的第一枚奥运会双金牌。 不过或许是养狼计划, 又或者是近年来国际运动员水平日益进步。 从初赛到决赛, 孙颖沙和王储亲也是无比小心谨慎。 而每一场, 观众席中总能看见那个熟悉的身影, 小枣刘诗文。 这其中的含义, 想必无需多言。 但显然, 这个来自世界女第一和男第一的组合, 终究是没有辜负众望。 即便一开始, 在德之子次朝鲜派出的是神秘之师。 传闻, 这对组合先前没有任何可参考的比赛录像, 打法也是显少欲减。 只可惜, 山人自有妙计。 谁能想到, 偏偏刚好, 咱们就找到了打法十分类似的潜艺杰尼夏莲作为陪练。 而众所周知, 每赢下一场比赛, 升旗奏国歌都是必不可少。 但彼时站在领奖台上的王楚钦, 怎么也料不到自己的心爱之物会遭受践踏。 正拍, 被踩断了。 要知道马龙也曾说过, 胎子对运动员的重要性无可否认。 当时视频传回国内时, 无数网友当即忍不住怒火, 大肆吐槽和寻求公平。 而在现场的王楚钦, 更是满腔梦翼, 公然大喊要投诉肇事者。 只是相比之下, 大众更担心的, 还是王楚钦第二天的状态。 经历拍断风波的王楚钦, 暴冷出局, 只不于32强。 可结果, 乌漏偏逢连夜雨。 本来输掉比赛的王楚钦, 在接受采访时就遭受了记者的街上吧。 谁知, 竟有一位外籍记者故意直撞王楚钦, 但遗憾的是, 他的把戏无处躲藏。 这不事发不久, 此记者就遭到了巴黎奥组委的重罚。 然而相比之下, 王楚钦的撞举, 无疑是真正的打脸, 是大快人心。 今年的巴黎奥运会, 外界对此的评价各有千秋。 从最开始的各国运动员入驻巴黎奥运村, 到后来的开幕式, 以及接下来的比赛途中。 可以说, 网友的态度堪称是变脸。 但拿中国台北拿下手金仪式来看, 在颁奖仪式上的那声Chinese Taipei, 无疑是向全世界彰显了何为一个中国。 要知道一直以来, 对于台湾, 香港及澳门, 外界总会多一些敏感。 而起初, 台北羽毛球男子运动员李扬和王麒麟拿下金牌时, 人们便十分关注, 应该奏什么歌, 升什么旗。 但是史上各位有所不知, 中国台北正是由于独立的奥委会, 故而才能参加每一届的奥运会。 因此当时, 定然是想起他们奥委会的专属歌曲, 以及专属国旗。 不过, 掏开金牌得主之外, 拿下并列名次时, 巴黎奥委会便要区别对待了。 据悉一般来说, 在奥运会上夺的并列名次是两个地区国旗并列升起。 然而在男子单人体操时, 尽管中国选手张伯恒和中国台北的唐家红一同拿下铜牌, 但在颁奖环节, 只见中国国旗在上, 而台北旗帜则放于下位。 如此接连的举措, 也难怪网友纷纷调侃, 大理奥委会为中法交流贡献不少。 不过说归说, 闹归闹, 这也恰恰证明, 中国现今根本不同以往, 也不再符合那句, 弱国无外交。 显然, 在处理王楚钦被撞事件中, 巴黎奥委会也不负众望。 只见是发没几天, 官媒便发布了一则声明, 旨在表示, 故意冲撞王楚钦的瑞典17号女记者, 则令禁止进入奥运会赛场。 普天同庆, 要知道对于记者而言, 第一手资料才是重中之重。 结果, 他却因为自己的一丝歹心, 断送了自己的巴黎奥运采访。 可说实在的, 这又能怪得了谁? 毕竟那时的王楚钦, 才经历完不敌瑞典选手莫雷加德而暴冷出局。 不过正所谓三十年和东三十年和西, 虽说莫雷加德最终挺进决赛, 但可惜还是败给了咱们的自家人樊振东。 尽管当下, 无数网友纷纷直言, 小炮为大头复仇了。 可显然, 对王楚钦来说, 恐怕只有亲手了结才能解心头大恨。 偏巧, 机会来了, 君子当复仇, 九日晚二十一时, 男子乒乓团体赛决赛如约而至, 但从第一局马龙和王楚钦的双打, 再到后面凡震动和王楚钦的相继单线。 最终, 以大比分三比零的优势, 成功拿下本届男团冠军。 不过会看这四天的男团比赛, 打法最凶的当属王楚钦。 用网友的话来形容, 便是, 胎子被踩和被撞以及暴冷出局这三重把伏直接点满。 而若是有观赛的网友也能发现, 王楚钦的实际行动确实如初一者, 可凭心而论, 对于他的行为, 其实大伙儿也能理解。 因此, 如今包揽两项, 混双和男团金牌的王楚钦, 其实也不必在遗憾。 尽管单打结果不尽如意, 但要知道, 王楚钦还年轻, 有的是机会。 尤其是细数巴黎之旅, 中国乒乓队直接包揽了所有大奖。 混双, 女单, 男单, 男团和女团, 截止十日, 圆满收官。 甚至不仅仅只是乒乓, 在国际上闻风丧胆的中国梦之队, 亦是如此。 自法国当地十日曹元拿下男子十米台, 跳水项目就此结束。 但对于梦之队来说, 巴黎奥运会可谓是意义非凡, 只因此次是他们首次实现金牌大满贯八项比赛全部由中国运动员拿下冠军。 可喜可贺。 最后, 祝福运动员今后依旧在赛场上展翅翱翔翔, 早日实现自己的终极目标。 结语, 众所周知, 竞技总是残酷的, 毕竟有人赢, 那边意味着有人输。 虽说对王储钦来说, 此次男单暴冷出局令人惋惜, 但好在, 他最终也如愿包揽了两项金牌。 因此, 希望王储钦不避在遗憾, 毕竟结局也算是大快人心。 不过说实在的, 从前几天取消美国队犯规接力和女子铜牌自由操申诉来看, 巴黎奥委会并不会姑息任何不公之争。 总之, 公道自在人心。 祝福中国队。